多国政党人士表示 中共二十大报告全面总结 中国改革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和宝贵经验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值得学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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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认为我和我的党是非常感兴趣 在学习更多的 如何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 成功能达到这些巨大约的执政策 在一段短期的时间之后 我们很想要去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策 我们很想要去免责任 我们很想要去免责任 这种方法是一种各种共产党的执政策 我们也看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策 在中国共产党和其他社会的执政策 向地区盟的执政策 在世界上的世界上 在世界上的環境下 在人们可以生活在平衡 所以我认为那是另一个重点 在中国的政策 它的政策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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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和它的政策 它的政策 它们的政策 我们会遇到巨大的挑战 它们不会被认为古老的思考 它们不会被认为古老的思考 古老的思考 在英文中和 NATO 我们需要一个新的世界 新的世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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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消息